这到受不了脱下上一世界球王约克围棋第一次打球打成这样 这几天东京连续超过摄氏30度 周日甚至出现40度高温 又热又湿的天气成了奥运选手出战体能上最大挑战 到在1964年东京奥运就因为担心夏季的炎热气候 还因此把奥运赛事延后到10月举行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地球却是越来越热 尽管天气热到暴 东京连续五天至确诊破3000例 都不见民众兴致群聚在BMS竞速赛场外看比赛 而日本运动员表现出色 夺下多面奖牌的好成绩 让奥运纪念品也很抢手 官方商店排满许多日本人 不怕有群聚风险 就想掏荷包跟着共享甚至 TVBS新闻综合不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